日系妖怪养成手游119冒险与双平台上架。培育妖群展开妖界冒险。 十合一行动游戏代理的119冒险,InUS Android,本,23,日渔台港澳地区,App Store及Global Blind平台推出。 本作收录了上百只日本妖怪,玩家需透过养成与组合,让战斗中妥善地分工合作来击倒强敌。 本作的玩法相当简单,玩家只需在队伍中放入喜爱的成员并加以训练,就可以放住自动地轻松拿经验零宝物。 另外,本作中也有聊天系统,让玩家们惊瑕之余可以互相交流沟通,对战玩法。 游戏的主要核心是妖怪女城,误导会,对战,以主人公,玩家,为舞台展开全新的故事。 玩家要与充满个性的妖怪们一边培养感情,一边透过强化训练与决心等管道来培育妖怪,与其他的主人公们进行舞蹈会对战。 目标是在活动的期间内培育旗下妖怪军团,在白鬼祭典之一,H,O,S,T,取得宗主之位。 游戏中的角色可以分为攻击、防御、速度、控制以及辅助,分别负责主力输出、吸收伤害、抢夺先机、骚扰对方以及辅助治疗,因此玩家必须思考如何组成队伍。 玩家最多可以一次出击。 25. 只妖怪战斗,除了讨伐强力敌人外,也可以透过妖怪们之间的连携技能取得优势。 此外,除了超过100只的妖怪在游戏中登场,日后也会有更多著名神话角色陆续现身。 119. 冒险里除了培养与战斗,也需要透过挖矿系统取得强化道具。 游戏会根据挖矿进度改变遭遇到的魔王与宝箱,可以任意开发挖矿地图享受自由开发的乐趣。 进行挖矿活动时能选择自动探险,系统就会在时间内获取自动探险奖励,让玩家们更能自由分配游戏进度与时间。 本作才免费下载游戏内含伤诚智。 在战斗方面,玩家必须考虑技能释放的先后顺序,同时是情况强化自身队伍的能力,并且取得胜利。 随住游戏的推出,官方也举办了一连串的活动,玩家可置游戏内的官方公告进行确认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